烏克蘭冠元星期四報告說 烏克蘭多個地區遭到新的導彈襲擊目標包括天然氣的設施 烏克蘭官方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無人機以及導彈的打擊重點仍然是能源基礎設施 聲明還表示襲擊的範圍從基庫延伸到南部的奧德山 據路透社的報導說烏克蘭表示 他們結露了兩枚巡航導彈 五枚空中發射的導彈 以及五架伊朗製造的見證者無人機 路透社表示無法獨立核實有關戰場的報告 幾乎下了第一場的說 官員說在這星期較早俄羅斯發動空襲後 電力公司的工人正在努力恢復全國範圍的電力供應 烏克蘭總統薩蓮斯基星期四晚間在晚間視頻中表示 大約有1000萬人斷電 聯合國一個機構表示如果停電繼續 他們擔心今年冬天會出現人道主義危機 烏克蘭外交部長富列巴星期四上午在推特上 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有一次大規模的導彈襲擊時 他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通電話 富列巴表示他感謝美國提供的軍事援助 並且強調有必要加快向烏克蘭交付防空系統 通電話 紙巨 brethren 無謂地向極致 甲不留電話 紙巨物